主席 縣長 副縣長 各位主公官 大家好 我有一件事情想請教縣長一下 看看下面的看法 本新一直關心的馬祖青年政策的發展 依據縣政務在109年7月14日 關於馬祖青年政策概觀的介紹中 推動青年事務願景三個目標 包括優良經驗轉成 培養接班人的人才及馬祖延續發展 但是目前縣政府推動的青年政策方式 主要的只有聚焦在青年的就業創業問題 對於人才的培養沒有更深的著力點 基於馬祖近年來 在縣政務的努力方面 逐漸在國內受到矚目 甚至於受到國際觀光客和媒體的注意 馬祖未來的發展應該是具備有國際的視野角度 在這方面如何培養一個馬祖人才 國際視野的一個能夠思考的方向 據我了解 據本性了解 馬祖各鄉都有非常優秀的人才 你竟然也在國外知名大學就讀的學生歸國 例如北竿有一個新城的建築師 他也是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設計 都市設計系 你看英國倫敦大學是英國最好的一個學校之一 縣政府在都市計畫規劃上 也可以和建築師來互相合作 畢竟馬祖人才最大的優勢就是 他能夠自然的將我們所有的馬祖的規劃 陸入馬祖歷史人往的元素 但這個問題來了 如果那個問題就出來 馬祖優秀人才很多 但他要出國 他畢業要出國沒有錢 你看 你一下子叫他大學一畢業 你一下子叫他拿200到300萬出來出國 所以說他們很多人都會放棄 也有說等幾天自己工作做好的時候 存一點錢然後再出國 到時候後面就不了了之了 我想說這也是北西的政見之一啦 就爭取年輕人留學貸款的補助 以減輕馬祖青年人的壓力 後製馬祖人才的資源啦 目前喔 國內有留學有那個貸款 有三組 請那個 就是說 你再去看一下 他是目前為止只有台北市有有辦理這個這個事情 他是說他那個學生貸款的時候出去留學 他立習是政府幫他負擔 等他學生歸國開始找工作的時候 他就開始負責立習 那以上就是那個剛才那個本席的分析介紹 對 對今年留學的貸款的政策 那個本席請教一下縣長 你的看法 主席才是現在這個說明 好 請先拿到回答 非常謝謝 愈發議員對於青年學子留學貸款的一個關心 的確就是青年政策是縣服的一個重要政策 那我們也成立了青年事務委員會 就是統籌各局處的資源 那的確現階段我們重點在扶植年輕人 創業就業 就是透過地板創生 能夠輔導青年返鄉投入 創新創業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也提供年輕人這個創業貸款 從此也有利息補貼 但是對於人才培育的部分 也一直是我們教育的一個重要政策 過去我們對於高中生大學 以及大學生的一些學費獎勵金的補助 一直都有在給予協助 那對碩博士的部分 我們只提供相關的研究論文 有關地方議題 我們提供這樣子的獎勵金 那對留學部分 我們之前曾經討論過 但是還沒有一些具體的做法 剛剛一發議員提供的這個留學貸款 我覺得台北市的模式 是可以作為我們借進的 當然教育部的貸款 是可以依照教育部的標準去做 民間的貸款因為有利息的比較高的問題 對於一些年輕學子來說 不見得非常 但是台北市的部分 就是貸款一百萬 由政府提供這個利息補貼 我覺得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如果念研究所 大概說是一年到三年 我覺得鼓勵我們的青年學子 能夠留學拓展國際視野 培養專業的人才 我們政府一定是非常的支持 那對於育發議員的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對於青年創業 我們都提供這個創業貸款 然後補貼利息 有五年的利息補貼 這是全國唯一的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研議 我請教育處研議 會把青年學子留學貸款 利息補貼這個方式 比照我們青年就業貸款的模式來辦理 我相信對於人才的培育 以及鼓勵年輕人出國留學 拓展這個國際視野 提升這個專業的能力 提升這個我們人才培育 然後建立這個人才資料庫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想我們會找這個方向來做 也非常謝謝育發議員的建議 我們會來努力 謝謝 對啦 那個就先來 因為他這個問題 因為已經也蠻久了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跟我講 他說他很想去去念啊 我沒有錢啊 沒有錢就出社會再去奮鬥於正式 然後社會的影響 他也想又不一樣 我這年紀這麼大 我這幾年 我練回來 我已經三四十歲了 我能做什麼 所以我說 現在這方面 我希望政府 我們 因為我們媽祖畢竟少啦 畢竟少部分啦 我想說現在我們 教育出那些 能不能鼓勵他們 我們願政府貸垮 然後就利息 有政府 我們政府幫他付 回來的守候 然後你又有就業了 那我們就 然後這個也可以 讓我們媽祖人才有下來 你看像北干的一個建築室那個 他就很有 他也是自己去念啊 然後他現在也有在設計 也有在為媽祖單位設計啊 你像都市計畫這個 那你就可以 像那個 就是說 可以跟公務處啊 那些 那個 都可以在聯合 來討論啊 盡量 像這種事情 盡量 來培育我們地區青年 這樣子會比較 比較好啦 所以說 我想說 既然那個 譬如說現在 也有 有這個心 那我們想說 教育處啊那些 都要積極一點 那那個 這個就下去 如果可以 再演藝的話 先把這個 這演藝出來 那 那個 跟那個 聯繫人 他們再 互相再 再討論一下 或者怎樣 都可以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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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這真的是很好一個 一個 那我想 請教那個 那個 那個 政局長 那個 政局長 那個 推動那個社會福利喔 我們當初 上次我有講 那個社工的人員 那 那個比較困難 應徵比較困難 有的 可以有奶 來了不久又走了 留不住了 那我 所以說 本期上次也有建議是說 那個 從學校方面去保送 那 聽說 現在有那個 就從去年開始 109年開始 到112年 要辦理 四次招生 那請問現在 目前的工會 工會 那個保送大學 那個社工系的學生 現在目前有幾位 然後這個工會 保送回來 那也沒有 在這邊要 一定要服務幾天的 那請 請主席才是 政局長回答 好 請 政局長做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 預法議員對本縣社工專業人力的關心 確實 首先要感謝 預法議員對社工專業人力的需求 因應全球 就是國內高齡化跟我們各行各業 對社工專業人力的缺乏 尤其在廉江縣 不管在衛福局的社福科跟醫政科 社安網及教育處 還有縣立醫院 還有大同之家社福機構 確實我們 連江縣對這一塊人力的需求 也因應到我們社工專業人力的需求 所以去年在行政院 專案首度核准 連江縣社會工作學序培育的獎勵計畫 這個計畫是一百零九年到一百一十五年 那整個學生培育的期程是一百零九年到一百一十二年 四年 每一年有三個的公費生 那四年會培育十二位的社工專業人力的需求 來投資 四年 從去年開始 一年三位 總共四年有十二位 那去年我們在衛福局 在馬祖高中專門做了一個招生的說明會 我們也順利招收到馬祖高中在地優秀的學子 三位已經進入到學校來就讀 分別兩位在台北大學跟東武大學 去年已經完成第一屆的在進行就學當中 那今年也因應到疫情的關係 我們用視訊的方式 跟馬祖高中進行招生說明會 我們也順利招收到三位的社工系的學生 一樣在台北大學跟東武大學的三位 那台北大學跟東武大學是國內培訓社會工作學序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在學校的搖籃 那這兩個學校是配合到理論跟實務的部分 都因應到我們現階段的需求 我相信未來在我們在地化的培育計畫之後 會疏解到我們本縣在社工人力需求的部分來進行疏解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它在公費培育是四年 那未來會服務四年 那未來回到地區也要服務四年的公費 這個部分我想縣府團隊對人才的培育 會滾動四持續的在培育 我想未來會有效的來紓解我們縣府團隊 在地區這個因應老年化之後 不管在衛福局在教務處在醫院 在我們的老人福利機構長照機構 我想會注入一股能力的需求 第三報告 請問一下局長 你只有109年開始到112年 萬一你說四年公費 那如果四年公費四年人要到的時候 他要走了 然後你現在那個到時候怎麼辦 還有我們保住民俄是否可以提供到有長久的 長久的能力 我們這四年計畫已經經過行政院核定 那他先核定這一期的培育獎勵計畫 那會這個是全國首度衛福部 針對社工的培育的獎勵計畫核准的部分 那我們會進行滾動式檢討 那未來這個計畫 我們也會繼續再跟衛福部來提後面的延續計畫 這是首度的全國核定的社會工作學系的培育獎勵計畫 那我們也因應到這個績效的部分 我相信我們會持續的來跟衛福部來提這個計畫 以上 那個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到時候保住到112年 到時候以後三四年回來 五五四年又走了 然後我們後續的動作如果沒有銜接下去 又找不到人了 到時候又找不到人 你後續動作你一定要 你只有補助到112年嗎 後續就沒有 這112年你現在是核准的 對不對 後面還沒有核准的嗎 我跟裕畫議員報告 就是行政院核准的是第一期的 109到112年 那他的計畫是到115年 為什麼 因為學生112年就讀要4年 所以他的計畫培訓是到109年到115年 因為112年入學的學生4年 他是到115年會畢業 那我們這個計畫會滾動式的檢討 這是首度行政院核准的獎勵計畫 那我們一定會在持續的這個計畫 因為他是公費養成的學生 第一批現在已經保住幾個了 第一批我們去年109年已經有順利三位學生 兩位學生在台北大學 一位學生在東武大學 正常的話就是112年要回來 對 對不對 然後在顯示113年就是114年的補助的 那個孤會的學生 對 到115年 對 所以我們今年也順利有三位優秀的學生 我製作往後那個112年以後要持續下去 好 你沒有持續下去到斷層的時候 等一下時間到他就走了 時間到他就走了 我們到時候還是一樣人才缺 你要長久的一個計畫 好不好 好 一法議員的建議非常的好 謝謝 我們會持續納入監討 不然的話真的我們社會人員真的很難找 好 好 謝謝 那我再請教一下那個局長 像我們那個社福部的考評 包括公益採券 他的那個實驗情形 中央社會福利局 那個福利部啦 主要福利部 以及公裁基金管理委員會 是否他每年都會來考評 如果有請教去年的109年的考評結果是如何 另外還有那個目前的故意採券 還剩多少經費 請那個局長 謝謝 謝謝一法議員對公裁基金的關注 我想去年我上任之後 議員也非常的關心公裁基金的狀況 那第一點就是議員關心的 我們109年財政部 抑注本縣的公裁基金 總共是9300多萬 那這個財政部 抑注給本縣的 會因應到公裁收入的狀況 所以他每年會不一樣的 抑注基金的狀況 那去年整年是9300多萬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議員非常關心 公裁基金現在的狀況 那公裁基金109年決算後 剩餘3億4千多萬 那110年我們總共編列了3億2千多萬 就是今年在執行的部分 那111年我們編的概算是 1億5千9百多萬 那我們零零種種加減之後 目前的概算 我們公裁基金 預計會剩下5千多萬 那這個是我們概估的預算 那會因應到我們110年執行的狀況 如果110年我們執行的經費達到8成 我們會剩下8千多萬 那如果執行9成 我們會剩下1億1千多萬 我請教一下 像那個 我們的公裁基金也是 那個像社會 公多那些社會社會中心 社會大人 那個是不是也是用這個錢 謝謝育發議員 你真的很內行 謝謝您關心公裁基金的狀況 確實我上任之後 去年我們縣服大團隊 也因應公裁基金的現況 我們腦力盡大 及時廣益 盤點我們未來公裁基金 開園截留的部分 就開園的部分 第一點就是增加利息的收入 第二個部分就是增加公裁基金的收入 第三個部分 開園的部分很重要的是 積極的向中央各部會去爭取預算 預發議員關心的真的沒有錯 公托的部分也是 早期在我們公裁基金支付 我也跟預發議員報告 公托今年的開放費跟運運費 我向衛福部爭取的3千5百多萬 來減輕我們公裁基金的支出的部分 這個部分 衛福部已經同意3千5百多萬 針對我們全縣公托家園的部分 開放費跟運運費用的部分 包括議員非常關心早疗的部分 我們也向衛福部有申取到經費 不無小補 來降低我們公裁基金的支出 在截留的部分很重要的是 我們降低資本門的支出 因為資本門是105年可以在公裁基金來支付 你真的很努力 大家都有看到 你真的很努力 謝謝 我只是問說 我們公裁基金還剩多少 還剩3億多 我們會努力開源截流 謝謝 謝謝議員 請教一下縣長 我們北竿的挺車位 挺車位 因為本來是潛壁跟檀期 潛壁跟檀期 是因為中央的政策 後來檀期跟潛壁都沒有 目前沒有 我想說如果目前沒有 我們或許冷不冷 等於說還是 還是因為還沒有被交通部去納入規劃 但是我們這個還是要積極的 還是要盡量去爭取 然後就談及的部分 是因為 因為那個交通部 他有那個 我們委員 還有現在大家都幫忙 就談及部分 是由民喊局 來幫我們去做一個挺車 挺車場 那個這一個 應該是一個定案的案 應該是 差不多是六千多萬 那個學生委員 他也一直還在爭取多一點經費 想說蓋上下兩層 因為我們單純的規劃是說 只有一層 那現在說 他想說蓋兩層 車子大部分可以提到一百輛裡面 我說 談及車一定要挺 北竿一定要挺 那個決決挺車位 你像前面這個 你剛剛沒有挺車位 你看看 像這次 全部車子停在那邊 唯一姓名 我想說 看看 請在現場 忍不忍說 像那個 錢幣那些 還是要繼續去爭取 還是要把它 把它弄好 或者怎樣 請出去採取 那個現場 回答 非常謝謝啊 就是 有關於我們停車場的爭取 一直是向 交通部公路總局的前章計畫 停車場計畫那邊來爭取 但是很可惜了 我們北竿爭取的一個 彈旗跟秦碧停車場沒有核定 那未來如果說前章計畫 或者是公路總局的停車場計畫 如果可以爭取 我想我們會繼續爭取 那彈旗的停車場已經 已經經由民航局的協助 預計在目前北竿機場 前面興建一個 兩層樓的停車場 就是紓解北竿 彈旗的一個停車的狀況 那這一個部分 就是 目前初步的規劃已經出來 我們會密切的注意 希望透過 民航局機場周邊的停車 空間的一個改善計畫 同時也紓解我們 彈旗的這個停車的狀況 那整體的北竿的停車場 我們會依據 交通部公路總局的計畫 如果有機會 我們會繼續的來爭取 先生 謝謝那個先生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那個 相信有 有一個相信講 就是我上次講的國載問題 他意思是說 我們那個北竿相公所 也已經規劃完成了 那個調查報告了 那個我們想說 有北竿那個 國載推動計畫 成立一個北竿國載推動計畫 專案小組 然後我說幾個月開一個 或者說一季開一個 或者半季開一個會 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請到現在下 可不可以 這個事情可不可以做得到 這個部分就是 釋放住宅 解決年輕人的一個住宅問題 一定是 縣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 那我們會持續的推動 依照各鄉的一個狀況 繼續的來推動 或者是跟鄉公所這邊配合 目前依照各鄉的進度 目前北竿鄉 東影鄉的進度都非常的積極 我們會繼續朝這個環境 來努力 但是我就是 請教一下 那這個你昨天有講 有跟那個 有達副那個副議長 那就是以長發處來為 是 長發處為專責 為是 有專案的那個 是 那以後我們有事情 那個 就希望那個 處長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或者找鄉公所 我們明代那些 成立一個 來 三個月 或者半季 或者一天開個會 這樣子進度會 比較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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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會